去年疫情的时候 就是聊聊聊在手机那里面认识那些朋友 他说那边公鸡 大一号还有没人管 我就想要是里面想要就去那边发财 微信微信就这样聊 聊聊聊他就帮我们订票过去了 他们有去到那昆明那里冬球打到昆明 还有那个有那个车队的 直接打电话到那边公民将来出来的时候 打电话给那里车队车队就过来接你 那时候他们拿了那个手机还手机卡 给我们假装高负赛 管理方式那是缅甸了 他拿了那个没有纪录 他拿了枪 他说如果不工作的话 他就打人了 一点工作就从中午十十二点开 上班上到晚上十一点半 过去的时候他说一个月底 星期五千块钱 然后他第二个月没有底星了 他说靠自己的能力来诈骗 那时候想着晚上上班上拿手机 平常叫民警 什么那个反战 那微信他那里玩反战 我就跟那民警人士加了 加了微信就跟他们聊 然后聊着 就从那时候我就心里开心就逃出那个电视诈骗 那个火点那里出来 就是回国之后呢 一直都是做那个 省医工 公安部门还有那个政府啊什么的也是 到家里面跟我谈过了然后自己选择出去打工 做的快的话一天有四五百块钱 父母那么老了肯定自己想赚钱建房子 谢谢